王少偉日前上节目分享到 之前合作的公司是后制公司 当时拍戏的时候 公司派了一名负责剪片的实习生 来当他的助理 对此王少偉认为 因为助理不熟悉演艺圈 刚开始不清楚工作是正常的 但随着实践 应该是会越来越进入状况 没想到对方是越来越状况外 甚至还会心不在焉 最后他举例说到 某次拍戏时 助理一直盯着他 自己想说要跟对方要喝个水喝 没想到助理完全没有理他 于是他就走向前 跟助理挥手说嗨 这时对方吓到回声 王少偉才发现 原来助理一直看着自己身后的女主角 后来女主角更资讯王少偉 询问说到 有没有觉得这个助理 看他眼神都怪怪的 女主角也表示自己有一点不舒服 最后让王少偉无法忍受的是 有次助理相当积极的找他 询问后才得知 助理是要请王少偉 替他和女主角合照 王少偉则说到 在拍摄现场 相关的工作人员都会避免 找一人合照 才不会影响对方工作 助理的举动完全踩到他的底线 最后只好跟公司反应 也才终于摆脱这名助理了